大家好,謝謝大家 八顆了 完蛋!我要被收拾剪頭 剪頭色掌了 應該是我MVP的趴 哈囉,你好,你好 我是RebyReby 今天的影片比較不一樣 想說用後製配音的方式 如果大家喜歡這樣的影片的話 麻煩在下方幫我留言告訴我 之後的影片的話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呈現 那今天的金團呢 是上一次傳統對決學員記當時的影片 是剪刀社的社克 這一把的話我是用贊尼爾輔助 這個爛缺就有社長來了 一看到對方詹尼爾出來 李克里爾勝右直盾往前想要做消耗 什麼? 對方詹尼爾二技能出來 吼吼吼 捶細耶你 果然對我和拉茲小好回到了塔下 這時間點我們兩個人中斧連動來到下半復 看到凜凜想要去探望主線 一個回推生物拳跟上 而我呢? 手殺到手啦 就是這麼輕輕鬆鬆 而對方的中斧也來到下半復 不急你怎麼往前滾了 但是沒關係 我一個二技能進場搭配拉茲的一個combo 把對方打到塔下普通接下去 我拿到了這一個擊殺了 把對方逼回到塔下之後呢 整理好兵線再繼續往前一壓 撒加的位置拉到塔下之後 但沒辦法一個波動拳拉茲帶走了 回到看到我家的錦被靈 消耗到快沒血至於奶的下去之後呢 想說裝了路人來打靈鳥 但是嗜且呈現的拉茲還想要打靈靈 我還不趕緊跟上二技能空 直到了往前想扛塔 但是拉茲扛到最後 兄弟這鴿頭就由我來接收了 這時候這個時間點 一分四十幾秒 已經三顆頭入障啦 兄弟姐妹們 回頭補給狀態之後 看到了我家的錦 在塔下被對方三名成員的壓制 我還不趕緊來到下半部來做支援 驅趕開來之後呢 我們成功領著兵線 來到了對方的下路 把這個塔給拿到囉 但是對方一個中斧 又來想控制到我 什麼你以為我沒兄弟嗎 往前一二技能留住了 是讚你了 而且這個回隊增上 昇龍拳拉茲幹的好啊 聖子將領趕緊幫拉茲 補起一下狀態 再來看到的是小兔子被我家緊收掉之後 薩加想要令我困難沒辦法 掩護隊友的撤隊 我成功也驅趕開了 薩加以及鈴鈴 畫面我們來到的是對方藍區 熱騰騰香噴噴的藍buff 已經出現在了戰場裡面了 拉茲往前想要來拿這個藍buff 拿到這個藍buff代表是開戰的浩嬌樂 往前一個昇龍拳 我要接看我 哎唷兄弟尷尬啦 我沒有捶到人 但是尷尬到同時間我們也要保護隊友 聖子將領來到拉茲的身邊 這時間我們的佛洛倫以及蘇莉也趕到了戰場了 回頭一看 哎呀鈴鈴怎麼把我們家禁給帶走了 欠揍 把他壓在地上打 拿到鈴鈴之後呢 哎 阿佛洛倫你怎麼踩到鈴鈴被動 哎呀那也安捏啦 還有默哀的同時間看到對方佛洛倫想要來欺負我們家蘇莉 但是我變成潤滑劑啦 進到了我家蘇莉身體內了 蘇莉倒下 阿這我也沒有辦法啦 只好犧牲我家蘇莉了 那再來 我們拿掉了虛魔路外塔之後 轉點來到了凱薩路外塔了 希望邊線之後往前看到薩家趕緊把他驅趕開來 佛洛倫側邊想要對我毛手毛腳 哎唷我直接扭過了 再看一次我剛剛那個小蠻腰啊 好花沒有中的佛洛倫他也只能退到了塔下 那我們還是有三名成員的情況下一個多人的優勢 所以整理好兵線要成功壓到了這座塔下 等等小兔子這座塔我勸你還是放了吧 我們有三個人呢 拉茲回推小兔子再見啦 拿完了這個凱薩路外塔之後 我們緊接著來到的就是二塔前方了 拉茲你不要調皮 嘿你看你一調皮我沒有救到我家的井啊 甚至降臨完井還是倒下了 這個我沒有辦法 我剛剛目光是被拉茲給吸引到了 但是我們得做事我們要冷靜 冷靜處理 還有我們來幫蘇莉 好我一出現就是靈靈倒下 你看吧我多棒 一出現就有一個人頭可以拿到了 欸欸欸從小地圖一看我家福洛倫怎麼被包圍啦 可是我沒有大招沒辦法幫到他 這個心有餘而力不足啊兄弟 我沒有辦法了 那在這邊跟我的拉茲蹲點就有看到了 是小兔子的上高爾頓 我們壓好時間點炸開成功再拿一顆人頭囉 拿完人頭之後呢 從小地圖也可以看到 我們剩下的是中路的最後一座外塔了 來回的一波的徘徊呢 我們就是想要來對這個外塔貓手貓腳 但是頓時間點我們福洛倫已經上啦 神石降臨趕緊來幫隊友 我一個成績之前先拉開對方的後派 不要靠近我家的成員 蘇莉擊殺掉玲玲之後我們繼續往前追擊 分成兩派怎麼選呢 我選擇福洛倫這一邊往前繼續前進 好險拉茲幫我補傷害我盾炸完 再拿一顆人頭了 現在最急著站尼爾往前再追 普攻下去 哎呀 貪宅啊貪宅 感謝大大們可以讓我有這麼好的表現 謝謝大家有善讓偷我的劍道社學員都是好人啊 好人一生平安 上廁所都有衛生紙啊 終於拿完了中路的外塔之後呢 要來碰的是對方中路的二塔囉 選擇一個集合看到對方玲玲站在位置上面 一個combo下去 哎哎哎兄弟 哎你剛剛已經尷尬一波了 現在又尷尬第二波 這樣對嗎兄弟 但是對方的颯枷想要電網狂藍嗎 但沒辦法起飛之後擦了一點點 沒帶著我家拉茲 但是我家的井卻被集合給秒殺了 保住我沒辦法幫到我家的井 但是蘇黎想要一打三 這時候神子將領趕緊來飛 飛到的是蘇黎的身邊 讓我們家重要的打野位 不會被集合秒殺掉了 回程補好狀態之後 看到對方想要摸我們中塔 颯枷起飛 反倒被我留在了塔下了 而且這個凝霜結束之後還是得倒 成功擊殺掉了颯枷 現在在場切割成兩邊了 而我選擇飛佛陸倫子一邊 神子將領趕到之後 對方讚尼爾也被我逼出了大招了 而且對方感覺沒有要撤退 還想跟我們打 但是兄弟啊 你們已經三名成員倒下了 讚尼爾也被我家的金給擊殺掉了 四名成員倒下 現在對方只限下佛洛倫 而且這時候對我說 其實瑞比是中路才對吧 嘿嘿你才知道喔 我們已經壓到了塔下之後 佛洛倫只能往前消耗一下蘇黎 以及把兵線整理掉 但沒清兵完成啊 反倒是被我們拿下了中路的高地 而且還有一台炮車 往前我們想要來摸一下對方主堡 但是我們很兇殘想要來對對方 對方的人毛手毛腳 我也就甚至將林幫隊友拿起一下血量 但是大夥們 溜之大吉啊 但是在溜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能忘記要收割對方的野區 這個藍 唉 想 真的想 成功拿到了對方的藍buff了 而且我家蘇黎也吃完了下半部 摩恩克的這個中立物件了 繼續往上半步靠 把中路兵線帶進之後 給予對方更大的一個兵線壓力之外呢 烏門還能來拿這個野魔神凱撒了 協助一下隊友 差不多吃到半血左右呢 趕緊身為一個優質的輔助 要去探得是對方紅區的一個視野了 視野一開 哎呀發現對方這麼多人在偷看 驅趕對方離開他們的紅區 這時候呢我們稍微徘徊一下喔 因為我們的天空巨龍已經釋放在了上半部的位子 而且可以利用錦的敘事代發 給予對方更多一個血量上面的消耗 但是休戰戟了 錦你的位子太前面啦 趕緊治癒哪一期血量 對方的話站立了似乎迷路了喔 你家的話應該是右轉直走到底才是你家主堡的位子啊 而我們利用自身的一個坦度 把對方驅趕開他們凱撒路高地了 這時間點佛洛倫已經開戰生死降臨 我趕緊來做掩護了 除此代發帶走了對方的佛洛倫之外呢 撒甲撲火啊 狐藉就不死啊 而且剩下的隊友也帶走了玲玲 我們成功拿下了一個Ace了 而且三路拳拿到手了 就代表主堡到手了 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八顆了 完蛋我要被說是剪頭 剪頭的色狀了 應該是我MVP的怕 到底誰是輔助呢 好 問題 好 問題 謝謝你拿到 14.4 我們這直接遙遙領先 齁齁齁齁 喔 怎麼這麼棒 我都要滿裝了耶 我再一個涅槃我就滿裝了 欸 我扛也是扛的全隊最高喔 我沒有在那邊給我 在那邊偷換一隻剪頭 不許你們胡說